我们创馆上面那一层 有很多校友 他们自己的一些书画之类的东西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一个是一个校友 他儿子 他13岁的儿子 根据那个校友的描述 画出来的一幅好像是洛家的秋节 他的三楼有一个我们的校友陈东生 他捐赠的一个名山传承的展览 里面有很多他捐赠的艺术品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一把古琴 好像是张志栋的古琴吧 在三楼的那个咖啡馆 我们关注完那个公众号之后 可以免费领个信封 然后那有很多的印章 我们可以DIY一些东西